CPR是怎樣的 是30 to 2 你可以幫我示範一次嗎? 基本上你就是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記得上次我跟John一起講說 美航的一天到底是怎麼樣的 大家聽完覺得是 天哪是不是有人在當薪水小偷 大家都會覺得說 空姐好像在飛機上走來走去很高雅 應該是很鹹吧 但其實呢 首先呢我們就是在家要準備化妝 我們把妝打扮好之後呢 當我們到公司的時候就會先打卡 打卡完之後準備進小教室 進小教室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打招呼 不是說可以進去 嗨大家好我是阿菜 沒有這樣 你要一個一個打招呼 通常我們進去的都是用英文打招呼 Hello I'm Honey 你是說前面有10個空姐 就要Hello Honey10次嗎? 沒錯 所以我們就會一整排打完招呼之後呢 你就會默默坐下來 然後把你的小本本拿出來 那這個小本本呢 基本上是長這個樣子 裡面有很多safety question 它不管是關於飛機上的安全啦 或者是急救啦 操作性問題呢 都會在上面 那你就不知道老總要問你什麼 所以平常讀書一定要讀好啊 所以其他公司怎樣 我是不知道 但我們公司其實SOP還蠻多的 SODA很多啦 想聽嗎? 在briefing小教室裡面 老總就會抽人問問題 碰到的問題可能有這個 When does the cabin pressure warning light flash? 那基本上你就要回答說 The cabin is not fully depressurized after landing 還有 Engine are shut down 再來就是 Door is disarmed 所以這三個問題 你要非常流暢的講出來 如果你就是 呃呃呃呃呃呃的時候 老總就會這樣看著你 有那種比較好的crew有沒有 他就想打pass給你 Depressurize Depressurize 但通常這種crew 下一個老總就會問他了 所以呢 我們裡面是非常tense 有些老總就會刁難你 他不問你那本書上面的問題 他問你其他的 問你有幾個窗戶 誰會知道有幾個窗戶啊 Are you kidding me? 喔 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飛機上有非常非常多的equipment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他們放在哪裡耶 譬如說如果他問你這個問題的話 Where are the radio beacon located? 蛤? 下洗radio beacon radio beacon呢 就是你在海上要逃生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一條長長的東西 然後它會有一根突出來 你只要把它activate 它就會傳送訊息了 如果你在海上要逃生的話 那radio beacon呢很重要 基本上在陸地逃生也可以使用啊 那你說 蛤? 那你這樣要怎麼回答 那你就要看你今天飛的機型是什麼 譬如說你今天飛是Airbus的話 你就要回答說 L2 and L4 L2 and L4是什麼呢? 就是 Left door 4 Left door 2 所以就要很精準的回答出來 那我有一個問題 你回答不出來你會怎麼樣? 它會再問你第二個問題 如果你還是回答不出來的話 基本上你就會 get offload 我的回家啦 阿如果我今天就是要出去玩啊 你不想上班 誰跟你出去玩不想上班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蠻安全的 就是每一年都會回去考試 我們就叫做AEQ這樣子 那再來呢 What is the compression to ventilation ratio for CPR? CPR是怎樣的 是 30 to 2 然後吹呼呼兩下 你可以幫我們失敗一次嗎? 基本上呢 你就是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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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之後就是 你不是口對口喔 大家以為就是結吻對不對? 沒有 其實是有一個precaution的 像嘴巴的東西 然後你就把它按下去 然後它有一個小小的觸控 所以你也不用太擔心 在近年呢 我們已經 基本上把這個東西改掉了 這個東西就是 你去check in的時候呢 電腦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然後你就要回答三題 回答對的話就ok 好 問完問題之後呢 大家以為說 欸鳥受散嗎?沒有 我們就會出去外面 住在外面的沙發上 你可能就會跟你的同伴一起坐在一起 然後等著過custom 然後我們就會上一台bus 這時候機長就會上車 然後就跟你說說 阿今天天氣怎麼樣啊 今天這個可能會碰到亂流 所以後面要注意一點啊 之類等等的 車子就會帶我們到 我們的飛機 你以為上飛機就好了嗎? 不是! 打仗就已經開始了 就像他們是說 他們的所有東西 基本上catering都幫他們做好了 沒有我們都要自己做 我們上去你就趕快去你的廚房 然後呢開始把那個水壺拿出來 然後就開始裝水 我們就會把乾冰拿出來 然後灑在就是我們的白酒上面 然後把它冰好 通常我都會放的還蠻多的 但有一些空腹也 他隨便給你撒個兩粒 這樣白酒很難喝 然後有些人呢 就會拿那個 奶精跟糖 都放好 一顆一顆的放好 有些人就在搞事 他用花式的 他就把它疊得跟金字塔一樣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就很忙 就把它用一用之後 你以為姐姐閒著嗎? 沒有 姐姐呢這時候就在 跟catering對餐點 每一個餐點 姐姐都要對得非常清楚 要不然就會像之前那個 special meal被人家丟掉的傾向 所以我們在上面已經打完仗囉 商務艙更辛苦 他這些東西都要做 之外呢 他還要趕快把盤子拿出來 因為客人等一下登機 上機的時候呢 都會有一個叫做 welcome drink的東西 譬如說香檳啊 水啊 或是今天的特調喔 所以他們做完 就把那個香檳拿出來 一直擺一直擺 然後東西倒倒倒倒 然後準備好要出去 這時候客人準備登機了 老總會廣播 趕快趕快站到自己的位置 我們是有自己的位置的好嗎? 就登機就你自己做好啊 有了嗎? 有些人會比較偷懶一點 基本上他會在後面齁 那個東西擺很久 廁所裡面的衛生紙啊 護手霜也是我們要去擺的 然後廁所的衛生紙喔 你以為就把它裝上去 它是滾好式 沒錯就是要摺個三角形 我跟你講有些人又很要求 他給我摺花式你知道嗎? 等一下阿姐說 欸這很漂亮 很有心誰摺的? 阿姐就會給那個組員 CV分數就會比較高 好於是客人上去之後他坐下來 趕快把酒拿出來 王先生請問你要喝點飲料嗎? 你以為出完那個就算嗎? 後面精英艙的客人 我們要開始走什麼?報紙 或是問他說 欸你有想要看什麼雜誌或怎麼樣嗎? 下飛機的時候 你要填寫一些東西 你就會先發給他們 這時候商務艙出完那些飲料之後 你要馬上再把熱毛巾拿出來 然後之後你以為發出去就算了嗎? 這時候大家登機登得差不多了 好不容易可以傳一口氣了 機長馬上就會把那個safety video 你又要趕快回去那邊檢查大家有沒有 看好自己的螢幕 結果你會倒著走 然後就會看大家的螢幕欸 然後就走過嗎? 沒有有時候可能會不小心踢到客人的腳 你知道很多人腳都很喜歡放在外面 你知道嗎? 然後講到重點說 喔你的逃生門有幾個 所以我們就要走出去 然後就開始開始比 好這時候準備檢查 大家有把安全帶系好啊 有沒有把桌子收起來啊 窗戶有沒有拉開啊 檢查完之後 跟老總回報 馬上做回自己的位置 聽廣播 我們現在準備起飛 好這時候飛機就開始嚕了 這時候有人就會站起來說要去尿尿 你有那麼尿急 你剛剛不去尿 你現在要給我尿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 不行不行要叫他坐下 然後有一個客人很可愛 我不是要站起來這樣走嗎? 然後他站起來會說 欸? Please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然後他給我這樣子 他就給我 他就給我往下走欸 你知道嗎? 大家都怪怪好 我幫你起飛 這時候如果有baby的話 我最討厭用的就是這個 有些crew他就會說 好我去裝baby bassinet 然後就組裝那個嬰兒蟲喔 這時候呢你在前面用這個東西 你後面的組員也沒有閒著 他們已經在後面開始出飲料 跟大家最喜歡的花生 你的推車上面呢 你就可以擺五花八門的東西 第一個一定要有trade 然後要有水 要有蘋果汁、柳橙汁、番茄汁 這三大汁呢 基本上要有可樂、雪碧 這兩個也一定要有 然後再加上紅酒、白酒 放上去之後開始出車 想說欸?出完就算了 沒有 出完之後馬上去收垃圾回來 把垃圾全部收完了 又馬不停蹄的 有些人就要去準備check說 廁所有沒有乾淨 所以我就會帶起手套 然後就開始去廁所那邊檢查 這時候我們就準備出餐了 餐車出來了一樣 你上面要把它馬上用好 飲料啊、麵包啊 那些東西都要擺好 唉有時候心就涼涼的 你回來 Luck隊友 他並沒有幫你把它用好 他就自己用自己的 有時候我都會碰到我隊友 賣duty free的那種 他在check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順便幫他的車用一用這樣 欸!準備出餐了 就全部出去出完餐 出完餐之後回來 可以休息一下嗎? 不行! 哪有時間給你休息 車子推出去空空的 要準備收餐了 我們要從前面收回來 回到我們的廚房 發現說 啊!我們還終於做完第一餐了 覺得有點想哭 還沒結束 商務艙當然就更辛苦了 商務艙有前菜 到甜點 然後到起司 但商務艙的客人有一個好處啦 基本上他們可能會在貴賓室都先吃過了 不用服務這麼多人 那你在出菜的時候 客人不會發生意外嗎? 當然會啊! 可能又跟你要什麼報紙啊 要電話啦 不像滴美的航空公司 非常的閒 好!我們要去收東西回來嘛 馬上咖啡、水、茶出去 會拿一個trade 糖啊跟奶精啊 那一個set的放在上面 然後你就拿一個咖啡這樣走 你選coffee就coffee 你選tee就tee 我們會互相走 倒倒倒倒倒回來 之後 再去把杯子一輪再收回來 我們基本上呢不會讓老總看到 桌子在結束餐點時 還有什麼東西在上面 應該是乾淨了 那有些人就要走去外面 看有沒有什麼漏網之魚 有些人喝的比較慢啊 吃的比較慢 再把它收回來 地上有什麼垃圾 馬上就是要把它撿乾淨 這時候回到galley 總可以鬆一口氣了吧 你以為啊? 這時候呢 duty free 賺得多 但也比較辛苦 他就要趕快把 他把他的車子拉出來 然後馬上去賣他的產品 那我們的終於是可以吃飯了 但是有時候呢 那個阿姐就屬於就是 工作狂那種是不是 他就會開始叫你把東西送到 第二個廚房去 或是把他送到商務艙去 就我們會交換食物 我們最開心的就是 商務艙的客人沒有吃完的東西 可能我們有20個餐點 然後可能有5個餐點是 是沒吃到 然後這時候上面的阿姐 就會把商務艙的餐送下來 選的時候沒感覺很多 你以為你可以先選嗎? 但有些姐姐真的很好啦 你選啦你選啦你趕快選啦 然後就覺得姐姐人好好喔 那通常我也是會讓人家先選 因為我不挑食嘛 那如果飛長班的話 我們就是要馬上把桌上的零食阿 什麼東西阿都放一個一個一個這樣 這樣讓客人們不會餓到 他們可以來吃東西 那如果短班的話呢 這時候你可能就是 再去看看廁所阿 有人按鈴阿 你可以去看看這樣子 這時候呢就算比較輕鬆了 可是如果你是飛那種台北班 只有一個小時20分鐘的 那個我們不出全餐 但是我們還是會出一個餐點 可是那個真的很快 感覺你時間 時光機一進去 你就要下飛機了 那個東西你連喘氣的機會都沒有 如果是飛那種3個小時 2個小時 4個小時 這時候你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也差不多要下飛機了 下飛機的時刻到了 記得你的babybus 趕快把它收回來 什麼時候你知道說要下機了呢? 機長就會給你一個提示 這時候你聽到這就是你的cue 每次聽到這句話 我就很心花怒放 因為有時候你飛紐約真的好遠 你知道嗎? 我覺得去紐約還沒有這麼想流淚 你從那種紐約回香港 最後你要回家了 然後我可以打遊戲 更感動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趕快去把東西收回來 再看看說大家有沒有什麼東西漏掉的 然後就會檢查說旁邊有沒有垃圾阿 這個時候廁所的東西也要收回來了 後面廚房的東西差不多都鎖一鎖了 像我們有酒櫃阿 我們酒櫃拿出來會有一個表格 你要把喝了多少酒 然後用了多少東西把它填一填 然後要補多少東西你要填上去 然後每一個你們在飛機上所看到的那個car 他們都是要用blue seal或ray seal鎖好 我們就是開始做這個程序 這時候機長又會叮叮咚 這時候就開始要檢查 大家有沒有做好洗澳安全帶 檢查完之後回報給老總 然後你就可以回到你自己的座位上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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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做好了 我們準備下機 下完機之後啊 你開始就要跟程克說 啊謝謝你王先生 好Fun 所有你能講的開心的詞彙你都用上了 但你的心裡可能OS在罵王先生 王先生 這個時候大家都送走了 以為鬆一口氣 沒有 有些人有時候會掉護照在那個前面的袋袋裡面 我們基本上都會這樣找一下 然後要爬上去看說 裡面有沒有掉什麼東西在裡面 才會跟老總回報 然後老總就會說 好啦我們直接下班了 在這個時候呢 再叫大家一個東西 通常聰明人呢 都會留到最後 就坐在位子上 讓大家都下飛機之後 他才站起來 這時候就是 能跟空姐一對一的時候了 他可能是搭很多次吧 他就會最晚下飛機 然後跟你小聊兩句之後 就訂影片給你 有時候喔 還有那個兩個在飛機上剛認識 只要不下飛機聊個不停 因為你要講說 只要我直接退去廁所 沒有 那個太危險了 退去廁所是下一集要講的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好不好 喜歡就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